那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OpenBNB大模型工具链中专注于训练部分的这个BMtrain工具包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这样一个BMtrain的工具包呢 我们回顾一下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发展历史 那它的模型尺寸正在以每年10倍的速度进行一个增大 但越来越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能够往往表现出更好的下游任务性能 然而我们为了训练这样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它的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 那么同时为了支持在成百上千张的这种GPU计算显卡上 对预训练语言模型进行训练 训练的代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我们想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让训练的过程更加简单 让模型的训练更加高效 更加的廉价 能够让实验室和公司都能够负担得起 而不是去堆叠成百上千张的计算显卡 那么我们怎么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 那第一步我们需要分析一下 模型的在计算显存都去了哪里 为什么训练语训练语言模型需要这么多的计算显卡 那么第二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假如我们手头上有很多张计算显卡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计算模式是怎么样的 怎么利用这种显卡之间的合作模式来加速模型的训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显卡中的显存都去了哪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CPU和GPU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在CPU中它往往有很少量的这种大的计算核心 而在GPU中它具有巨量的这种小的计算核心 那么CPU它适合做一些复杂的逻辑运算 而GPU则适合做大量的这种重复的数值运算 那比如说深度学习中我们最常见的线性层 它是一个矩阵的乘法 那包括我们一些矩阵的向量 矩阵和向量的这种加法 它都非常适合用GPU来进行一个并行的计算 来得到性能的提升 那么来分析一下在模型的运算过程中 显卡中有哪些显存的占用 那么首先刚才分析了 我们为了加速模型的前向传播 我们需要把模型的参数放在显卡当中 那么模型的参数就是一份模型参数量的 这样的一个显存占用 那么在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会得到模型的梯度 那么这个梯度我们同样需要保存在显卡之中 那么梯度的显存占用量和模型的参数量 是一个数量级的 那也是一份的显存占用 在显卡中显存占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就是模型的中间计算结果 我们用Transformer里面最常见的这个线性层 也就是一个矩阵乘法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表达是Y等于WX 在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这个X就是这个线性层的输入 W是线性层的参数 而Y是线性层的输出 那么在计算反向传播过程中 我们为了求线性层参数的梯度 也就是这个第二行 我们需要使用模型输出的梯度和模型的输入 进行一个外积 那么为了计算这样一个模型参数的梯度 我们就需要保留这个模型线性层的输入 因此在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就需要把线性层的输入X 先保存在显卡当中 那么一直直到反向传播结束之后 我们才能把它从显卡中进行一个释放 那么这些模型的中间结果 它需要从前向传播阶段开始 就保存在显卡当中 然后直到反向传播结束之后 才能从显卡中进行释放 这样常驻在显卡当中 那么这样每一个中间结果 都会占有一定的显存量 那么每一个中间结果 它的大小是我们的数据的Batch Size 然后乘上我们数据 这个自然语言句子的长度 再乘上一个Transformer模型的模型维度 那么此外我们假如说 我们有一个24层的Transformer 那它有24层 那每一层都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中间结果 那这些中间结果累加起来 就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显存开销 那么第四部分 在显存中占大头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模型参数优化器 我们用深度显示网络中最常用的优化器 Alem优化器作为例子 那么在Alem里面 我们需要保存模型梯度和模型梯度的二次项 相关的一些历史信息 我们称它M和V 那么为了在显卡中完成参数的更新 我们就需要将M、V和G 都保留在显卡当中 那么它们的参数量都是 它们的参数量都是和梯度等数量级的 那加起来就是一个 至少两倍模型参数量级别的参数 那这四个部分就是大模型训练过程中 显卡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们用11billion参数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作为例子 那每一个参数我们都需要用float类型 也就是FP32这个类型来进行存储 那一个FP32它会占用四个byte 那么我们这个11billion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仅仅参数量在显存中的占用 就已经占了约40GB 那么还有梯度 还有参数优化器 还有中间结果 那么仅仅看模型的参数 梯度和参数的优化器 就已经需要160GB的显存 那么目前配置比较好的A100显卡 最高的配置也只能达到80GB的显存容量 那么可见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分配显存 大模型是无法被成功训练的 那么一张显卡无法成功训练大模型 那么一个比较直观的想法 就是去求助于多张的计算显卡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 多张显卡之间的一些预备知识 了解一下多张计算显卡之间的合作模式 我们首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多显卡优化模型训练的例子 叫做数据并行来做引入 那么数据并行的核心思路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手头上有一批数据 我们希望学习模型能够学到这一批数据的知识 那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有三张显卡 rank1,rank2,rank3,三张显卡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批数据分成三份 然后分给每张显卡 每张显卡上各自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数据 进行训练 进行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得到各自的梯度 那么为了让模型学到数据的完整知识 我们就需要把三份数据得到的知识 进行一个聚合 那么具体的在模型里面 我们就是需要把各张显卡上的T度 进行一个取平均的操作 那么取平均得到的T度 我们叫它gradient新 那么将这个聚合好的T度 交给参数优化器去更新模型 就能学到完整的数据知识 那么更新之后的这个模型参数 我们在进一步学习模型的下一批数据之前 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三张显卡 Rank1,Rank2,Rank3 同步一下刚才参数的更新结果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参数 复制到每一张显卡上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变形 作为引入 我们来引入一些GPU合作中的 一些常见的一些合作算子 那第一个合作算子就是广播 因为名字叫做Broadcast 那么正如广播的本意 就是一个人先知道了信息 然后通过广播 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信息 那么在GPU中 就是我们的一张显卡上有数据 然后我们通过广播算子 让所有的显卡都获得这样的数据 那比如这个原本在2号显卡上 我们有数据in 在广播结束之后 我们的0号、1号、2号、3号显卡 都得到了一个结果out 那么他们的这些所有的结果 out都会等于这个in 那么在刚才数据并行中 我们将更新后的参数 复制到每一张显卡上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里的这个广播操作 那么第二个合作算子是规约 英文叫reduce 那么刚才数据并行中 为了获取完整的数据知识 我们需要把多张显卡上的t度进行取平均 然后再进行参数更新 那这里取平均就是一种规约 那么规约它有很多的种类 除了刚才说的取平均 还可以是求和 也可以去取最大值取最小值 那么比如说每张显卡上 现在0123三张显卡 分别有数据 in0,in1,in2和in3 然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求和的操作 把求和的结果放到我们的二号显卡上 那么二号显卡上最终得到的结果out 就会是in0,in1,in2和in3的和 第三个合作算子叫做all reduce 那all reduce和刚才说的reduce规约算子 同样是执行规约的操作 那all的意思是 它不仅仅把规约的结果告诉了一张显卡 而是把结果告诉了所有的显卡 那么也就是说 最后的结果里面每张显卡上 都会得到相同的这样一个out 那每一个out都会是in0,in1,in2和in3的规约结果 那么all reduce从另一个角度讲 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两阶段的过程 那么首先将规约的结果 告诉我们其中的一张显卡 比如说这个零号显卡 然后再让这个零号显卡 通过广播操作 告诉其他的所有显卡 那第四个合作算子叫做reduce scatter 它同样是reduce操作的一个变种 那它最后得到的结果 是每张显卡上都只有规约结果的一部分 那比如说四张显卡上 那每张显卡就会获得四分之一的这个规约结果 那比如说我们的零号显卡 它最终得到的结果out0 是in0这个向量的前四分之一部分 加上in1的前四分之一部分 和in2的前四分之一部分 in3的前四分之一部分 这上面这前四分之一的这些向量的一个规约结果 那么它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我们在后面的一些模型优化方法里 就能看到这个算子的应用场景 最后一个合作算子叫做reduce scatter 它的作用是收集各张显卡上的数据 它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两阶段的过程 那么先收集所有的数据 然后再广播到所有的显卡上 那最后每张显卡上都会得到一个相同的out 每个out它都会是in0,in1,in2,in3的拼接结果 也就是这个蓝红绿成的拼接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一个收集 那它这个out的意思 同样跟之前的reduce有类似之处 它同样是把这个收集的结果 告诉了所有的显卡 在每张显卡上都能收集到各张显卡上的数据 那么讲完了刚才五个显卡中的合作算子 我们来逐个了解更多的这种 多显卡优化模型的训练方法 我们首先再从合作算子的维度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引入的时候提到的数据并行 我们回顾数据并行的两个核心点 一个是把数据分成很多份 然后交给各张显卡各自学习 那么为了聚合知识 我们就需要把梯度进行一个 用reduce算子进行一个规约 那么规约得到的梯度gradient 新去进行参数优化器的更新 那这张负负责参数优化器更新的显卡 叫做参数服务器 它负责参数的更新 那这张显卡上进行参数更新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更新的结果 同步到每张显卡上 那这里就使用了刚才提到的 broadcast这个广播的这样一个算子 那么可以注意到 在参数服务器更新参数的过程中 那么其他显卡都处于闲置状态 他们在等这个参数服务器更新之后 广播过来的结果 那这个时间就是一个计算资源的浪费 那么在分布式的数据变形的方式里 他就舍弃了这种参数服务器的方式 的这种设定 那么他使用了reduce算子的第一个变种 就是all reduce 那么回顾all reduce 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规约的结果 告诉每一张显卡 那么通过把reduce替换成all reduce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与其说 大家都在等这个参数服务器来更新参数 不如我们各自自己动手 自己把自己的参数更新了 那就每张 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训练的时候 每张显卡上都有完整的参数 然后完整的这个参数优化器 然后通过all reduce 也拿到了完整的t度gradient星 那么每张显卡上用相同的参数 相同的t度和相同的参数优化器 进行更新就会得到相同的参数更新结果 那么他这样子就避免了一次参数同步的 这样的一个broadcast的广播算子的操作 节省了这个广播算子的通信时间 我们来分析一下数据并行这一类方法 所带来的显存优化 我们前面提到说模型的中间计算结果 是和batch相关的一个量 那么通过数据并行 每张显卡上他都只需要处理一部分的数据 那么等效的来看 每张显卡上所处理的batch就变小了 降低到了原来的卡数分之一 这里的这个n就是这个卡数 那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只划分了这个模型的中间计算结果 而这些模型的参数 模型的梯度和参数优化器 都跟之前是一样的 那么考虑一个极限的情况 模型他至少得再训练 那么每张显卡上处理的数据量 他至少得是1 那么我们仅仅只保留 这么少量的这种中间结果 他的参数梯度和参数优化器 就已经超过了GPU的显存范围的时候 我们这种数据变形的方法 就无法去支持这种大模型的训练 那么第二种模型优化技术 他就是模型变形 那么既然一张显卡上 无法放下刚才说的模型参数梯度和参数优化器 那么模型并行就想办法 把这些部分拆分到多张的计算显卡上 那么以这个矩阵乘法作为例子 那么矩阵乘法 它其实可以拆解成很多个小的矩阵乘法的拼接 那比如说这个23乘2这样一个矩阵 乘以这样一个向量 它可以拆成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矩阵的第一行 和这个向量的乘法 那第二部分是矩阵第二行和向量的乘法 第三部分是矩阵第三行和向量的乘法 我们把这三个部分的计算结果 进行一个拼接 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矩阵乘法的 原始的这个计算结果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三个GPU 我们就可以把这矩阵这三行 拆分到三张显卡上去进行一个分别的计算 然后我们最后把各张显卡上的结果 进行一个拼接 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正确结果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矩阵这种模型 并行这种方式里面 我们虽然把这个矩阵拆分到了各张显卡上 但是这个X也就是我们这个线性层的输入 它是需要保证在各张显卡上是一致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之前数据 并行的方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数据拆分 拆分到各张显卡上 我们进行了模型的这种拆分之后 我们的数据就需要保证在各张显卡上是一致的 那么具体来看这一张图 那在模型并行里面 每张显卡都会拥有一部分的这个模型参数 然后和需要保持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输入数据 那么进行一个前上传播之后 每张显卡上都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矩阵乘法的结果 然后他们进行一个拼接 那么拼接我们就用到刚才提到的 all gather这样的一个算子 去把大家的结果收集起来 然后告诉每一张显卡 那这样每张显卡都得到了完全一样的这个resulting 就是一号二号显卡上三号显卡上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样的这个输出结果 将会作为下一层模型的一样的这个输入 然后作为下一层模型的一样的输入 然后供下一层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模型并行 那么通过模型并行 我们每张显卡上拥有的模型参数就降低到了原来的卡数分之一 那么模型的梯度也只用保留 刚才我们只保留的那部分参数的梯度 那同样我们的参数优化器也只需要负责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参数的更新 那么因此在参数和梯度和参数优化器都得到了划分 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对模型的中间结果没有进行有效的划分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它不能像数据并行那样对这个参数进行划分 那这样的模型往往不能处理很大的batch size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也是在BMtrain中主要使用的优化方法是zero 它全称叫zero redundancy optimizer 那它是基于分布式数据并行所实现的 那么回顾分布式数据并行当中 我们需要对模型的梯度进行规约 我们把reduce算子换成了orreduce算子 这样每张显卡上都得到了完整的梯度 然后各自进行参数的更新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各张显卡上其实是做了重复的工作的 他们用同样的参数同样的梯度和同样的参数优化器进行更新 这样的合作方式并不高效 那么有没有更高的合作方式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做一下分工 就是我们每张显卡上只负责以部分参数的更新 那我们回顾合作算子里面 我们讲的五个合作算子里 我们讲了reduce和它的两个变种 那第一个变种是orreduce的第二个变种 就是reduce scatter 那reduce scatter它我就可以让每张显卡上得到一部分的这个reduce结果 也就是gradient新 我们把它分成了三部分 然后我们每张显卡上只需要用一部分的这个参数优化器 配合这一部分的完整的梯度 我们进行这一部分的参数的更新 最后我们把各自更新的结果进行一个all get的拼接 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更新结果 那么由于zero是一个基于数据并行的架构 那它的初始状态仍然是每张显卡上有完整的模型参数 然后切分之后的一部分输入 然后不同的是t度这回进行了reduce scatter 那么每张显卡上就只用保留一部分的参数优化器的参数 那这个是zero的第一阶段的优化 那么在zero的第二阶段优化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t度的显存释放提前 提前到backward当中 我们注意到模型更新参数只需要用到reduce scatter 玩的之后得到的这个gradient新 而不需要用到各张显卡各自的这个reduce前的t度gradient 那么在zero第一阶段 我们需要在各自模型的t度 一直保留到整个反向传播结束之后 我们再计算这个reduce scatter 然后reduce scatter完之后 我们才能把这块中间的这个gradient 从显存中释放出来 那然而实际上我们在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在完成了di加1层的反向传播之后 在计算di层的反向传播之前 我们就可以把提前的把di加1层的t度 进行一个reduce scatter 然后这个时候di加1层的t度已经没用了 我们就立刻把di加1层的这个原始的这个t度 进行一个释放 我们通过把gradient新的计算提前 我们就把这个gradient的失效时间提前了 尽量尽早的释放掉不必要的显存占用 来节省gpu的显存 那么在zero的第二阶段中 t度的reduce scatter从badward提前到了badward之中 一层一层的进行 那么在zero的第三个阶段 它把这个参数的all gather 从forward之前延迟到了forward当中 也是一层一层的进行 那么具体的说我们每张显卡上 既然它只负责一部分参数的更新 那我就只保存这一部分的参数 那么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要用到完整参数的时候 我们再临时的把这一部分参数 进行all gather拼接 那么具体的每张显卡上 我们只保留一部分的模型参数 在前向传播经过di层的时候 我们临时的让各张显卡对di层 仅仅是di层的参数进行all gather拼接 那么使各张显卡上得到di层的完整参数 那么到计算di加一层的时候 那么di层的模型参数 短期内已经就不再被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从显卡中进行释放 腾出空间给di加一层的参数使用 那么到反向传播 回到di层的时候 那di层的参数又重新需要参与反向传播的计算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 临时的把这个di层的参数进行一个all gather拼接 那么相比于zero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总的来说 它增加了一次对所有参数的all gather操作 就是在backward的时候 它需要多的一次的临时的一个all gather拼接 但是从显存的角度来看 它把这个模型的参数进一步降低了 那这是一个用时间换取空间的这样一种操作方式 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zero三个阶段的显存占用 那在第一个阶段 每张显卡分工只处理一部分的参数更新 因此它只需要保留一部分的参数优化器 那么同时zero它是一个基于分布式数据并行的这样一个框架 那它的中间结果也得到了划分 那么在zero的第二阶段中 我们把这个t度的reduced scatter操作提前到了backward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把进一步的节省掉这个gradient的量 我们只需要保留gradient新的那个切分之后的这个结果 在zero的第三个阶段 我们在模型的参数all gather延后到了forward当中之后 我们每张显卡上只需要保留自己参数优化器所更新的那一部分参数 那么其他的参数在用到的时候才会临时的获取 那用完之后就会立刻的释放 那么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模型的参数量进行了划分 那么至此 这个模型我们前面说的四大显存占用都得到了有效的划分 每张显卡上都只需要保留其中的卡数分之一 那么这已经是一个优化效果相当显著的一个完整的工作 那么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流水线的一个并行方法 那么流水线的并行方法 它跟模型的并行方法有类似之处 那么模型并行它通过把线性层分成很多个小的矩阵 分配到不同的显卡上 而流水并行则通过这样模型不同的层 分配到不同的显卡上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三层的Transformer 我们可以把第一层分配到第一张显卡上 然后把第二层分配到第二张显卡上 第三层分配到第三张显卡上 那前上传播的时候 我们完成DI层的模型计算之后 模型会输出一个Hidden States 我们把这个Hidden State通过显卡之间的传输 传输到这个DI加一层的显卡当中 那DI加一层显卡就可以拿着上一层的Hidden State 进行模型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流水的并行 它的显存占用里面 同样是参数T度参数优化器和中间结果都得到了划分 那其中中间结果得到划分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它把数据分成了很多份 而是说它每张显卡上只用处理一部分的模型层数 那么中间结果的量也得到了降低 那么在显存上跟Zero方法类似 那它跟Zero方法的区别在哪里呢 那么Zero进行的是模型参数的通信 而流水并行进行的是 这个模型中间这个结果的Hidden State的通信 那这个通信量的大小就会影响两种方法的效率 那么此外我们注意到流水并行方法里面 一张显卡在计算的时候 那么另外的两张显卡都会处于一个闲置状态 那这个资源会比较浪费 效率也不是很高 那么实际上后续学术界对流水进行的方法 做出了一些进一步的优化 那这里由于时间关系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么在介绍完多种显卡之间的模型优化方法之后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BM Train里做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优化 那么第一部分是混合精度训练 那么看C语言中的浮点数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那比如说Float,Double,还有Long,LongDouble 那么用Float类型和Double类型的对比来看 后者有更大的这个数据表示范围和更高的这种有效位数精度 但是LongDouble和Double Float来比它的那个运算更慢 那存储占用的字节数也更多 那么在一般的训练之中 我们使用的是单精度的浮点类型 也就是我们这个FP32类型 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 模型参数其实一般只会到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那么在FP16的这种数据表示范围里 它是能够表示这样的一个范围的 那么因此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可以采用这个FP16类型 来牺牲一些这个有效位数的精度 然后来获取更高的这个训练效率 那么除此之外 显卡之间合作算子的通信量 也会由于这个FP16 它这个相比FP32的存储比特数的降低 而降低模型的通信量 那但是这个FP16的训练 它会存在一个缺陷 那么假如说我们模型参数的更新量 也就是这个T度乘以这个学习率 它是比这个FP16的最小表示 这个范围这个61-5还要小的时候 那这个模型参数的更新值 就会下意变成0 那这个模型参数的更新就被忽略了 那么可以发现在大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这个学习率一般会在一个 11-5甚至更小的这样一个数量级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下意的这种情况 会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扬长补短 那么既然我们FP32能有更高的表示范围 和这个精度 我们就可以转为使用 FP32来表示模型参数的更新量 那如果我们直接把FP32的参数更新量 直接加到FP16的模型参数上 这个运算过程仍然会导致参数的消失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在参数优化器上 额外的保存一个FP32的参数 用一点点去累积这样的小的参数更新 那么具体的在不使用混合精度的时候 模型会有FP32的梯度 然后传到这个FP32的参数优化器里 然后进行参数的更新 在使用混合精度的时候 我们为了加速模型的前向传播反向传播 我们在前向传播反向传播的时候 使用FP16的参数和FP16的梯度 在模型运算的过程中 模型的参数从参数优化器里获取 那它的从FP32之后 重新转回这个FP16之后 再作为模型的前向传播来加速计算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刚才这个FP16它的 它会存在一个下意的问题 但是它的这个上界这块还是比较松的 所以另一个操作是 我们需要对这个模型的训练的Loss 进行一个放缩 我们把Loss放大几倍之后 我们再进行这个反向传播 那我们得到的梯度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然后这样的更大的梯度 在FP16里就不会消失 然后我们再具体累积到 我们这个FP32的参数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放缩量给取消掉 那么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分析模型显存占用的时候 ADAM优化器的参数占了很高的比例 在使用混合精度之后 参数优化器中还需要额外保留一份 这个FP32的模型参数来做 这个参数更新的累加 那么显存占用就会进一步增加 那么为了缓解这个参数优化器的 显存占用问题 那BMTrain使用的第二个优化技巧 是Offloading 就是卸载 那么因为相比于GPU的显存而言 CPU的这边的内存容量会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卸载技术 我们把这个模型的优化器参数 把它放置到CPU当中 那么我们就需要 在参数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GPU中的梯度 通过传输 从GPU中传输到CPU当中 然后在CPU上进行参数的更新 最后把更新好的传输 传回GPU当中 那么为了加速CPU当中的这个参数更新 我们会使用了OpenMP和SIMD 这样的一些CPU上的加速技术 那么既然GPU中的计算速度 比CPU中的计算速度快那么多 我们使用了这个卸载操作之后 CPU会不会成为这个模型训练的优化瓶颈 那么实际上在使用了Zero3这样的 Zero第三阶段这样的一个模型优化技术之后 我们每张显卡上需要传输的这个梯度的量 已经被切分了 那对应到每张CPU上 它需要更新的这个梯度的量 也就变得足够的小 那这个CPU的瓶颈就会变得逐渐的变得可以忽略 然后我们介绍第三个技巧是Overlap 就是通信计算重叠 我们用Zero的第三个阶段作为例子 那我们在模型的前向传播的时候 我们说到我们由于Zero3 我们每张显卡上只保留了一部分的模型参数 在前向传播中 我们需要第二层参数的时候 我们在临时的把第二层参数收集起来 那么假如说我们按照朴素的实现方式 我们在算第一层的时候 在之前我们需要把第一层参数收集起来 然后在算第二层之前 我又需要把第二层参数收集起来 那么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计算中间 我们就需要干等 等它这个参数收集的结果 那这个其实效率不高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GPU里面 我们其实它的这个memory的移动操作 它是可以逆步的 我们可以先发一个memory的请求 然后做一些计算 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对这个memory请求进行接收 那么具体的我们在模型前向传播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layer1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先把我们先说我们等一会儿我要layer2的这个模型参数 那这边我们会逆步的去对这个第二层的这个模型参数提前的做一个收集 那么当我们第一层模型计算结束之后 我们第二层的参数已经收集好 在显卡当中了 我们就可以立刻的无缝衔接的把第二层的计算 接在第一层的计算后面 那么做第二层计算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提前把第三层的参数收集 提上日程 那么最后的一个技巧是checkpointing 那么checkpointing它可以理解成一个检查点 那比如说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可能每过几关就会有一个存档点来保存游戏的进度 那么当游戏闪退或者数据丢失的时候 玩家可以从最近的一个存档点开始用最快的恢复游戏的进度 那么我们来回顾前面模型的显存占用 我们需要把模型的所有中间结果都保存在显存当中 尤其是一个24层的transformer 那它需要把24层每层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结果 中间结果它都要保存在显存当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显存开销 那么我们可否使用这种类似于存档点的这种方式 我只保留一部分的中间结果作为存档点 然后剩余的中间结果 我从这些存档点里快速的恢复出来呢 那么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只保留模型的输入 然后在反向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比如说我要用到DI层的这个 我们需要用到DI层的模型的输入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forward一遍 把模型的这个输入从头开始计算 算到DI层得到DI层的输入 那前向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不保留 这次不保留这个这一段的这个中间计算结果 那这样的显存开销是降低了 我们只保留了模型的输入 但是我们需要非常多的重新计算 这个计算开销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种更高效的方式是 我们只保留每一个transformer block的输入 比如说这个layer n-1和layer n是一个transformer block 然后我们只保留他们每一个block的输入 而不去保留我们这个transformer block里面 这些attention和feed forward的这些相应的中间结果 那么具体的当我们在反向传播 我们用回到DI层 我们需要计算DI层的梯度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DI层这个Dn层 我们需要算Dn层的这个梯度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Dn层的这个中间结果 那中间结果已经被释放掉了 我们有这个Dn层的这个模型的输入 我们从这个模型输入里面 快速的经过一次forward 我们只forward这个Dn层这一层 我们就可以恢复出Dn层这一层的中间计算结果 然后等这一层反向传播结束之后 我们已经得到这一层的梯度了 那么这一层的中间结果 包括这一层的这个存档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显存中释放掉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假如说我们有一个24层的Transformer 那么本来我们需要保留24层 然后每层有可能十几个中间结果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24层 我们就只需要保留24个中间结果 那么额外的代价就是 我们需要在反向传播中 多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这也是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种操作方式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介绍一下BMtrain 在具体应用的时候 一些性能上的提升 我们在这个识别链的这样参数的一个模型上做了测试 在这个BestSight等1024的情况下 我们跟DeepSpeed和Metron进行了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这样的计算显卡 来达到更快的这种训练速度 那在易用性方面 我们把一个Torch的模块 更新成我们BMtrain的这个训练模块 只需要做少量替换式的更改 那比如说我们把Torch的NN.module 换成BMtrain的这个Distributed Module 包括把Parameter换成Distributed Parameter 这就仅仅这两行替换 我们就可以支持前面提到的Zero的第三阶段优化 而我们把这个Transformer Block 用Checkpoint Block包起来 就可以用到刚才的技巧 Checkpointing做存档 然后进一步降低显存 而使用这个Transformer Block历次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刚才的通信计算重叠技术 在DI层计算的时候 把下一层的参数提前收集好 来进一步的加快模型的训练 OK 我这边BMtrain介绍就大概到这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显卡 它有没有可能某一个显卡坏掉了 然后就是比如说中间的某一个结果就丢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一般这样的情况会导致 比如说他们在通信的过程中 然后你这样显卡上的结果丢了 这样显卡坏了之后 整个大家合作的这个模式就会坏掉 所以一般的话 在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会保留一个模型的Checkpoint 把这个模型的集结参数给保留下来 这样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这个模型训练的这个结果 重新恢复起来训练 好的 我看评论区 我看聊天区有个问题是 Checkpoint的部分 一般怎么判断在哪里进行Checkpoint 那就是看我们需要 我们对这个计算量和显存量的一个衡量 就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只保留这个整个Transformer的输入 然后每次反向传播需要DI层的时候 我前向传播一直从输入 一直前向传播到这个DI层 然后来恢复DI层的中间结果 来进行这个DI层的反向传播 那这样我们每算一层 我就需要从这个输入开始前向传播一遍 这个计算代价就非常大 那折中的方式就是 我们只在每24层的Transformer 我们只在每一层的这个Hidden state 我们只保留这个 那我需要的这个重新计算的量 就是我们每一次就算一层 我们在需要DI层的时候 我就把DI层重算一遍 那这个就是一个理论上来说 比较优的一种方式 那评论区里有人说 每个卡上的Checkpoint 怎么保证重加载的统一呢 你的意思是模型的这个StateDict吧 不是这个Checkpointing的部分 如果是模型的StateDict的话 我们重新加载的时候 就是我们确实会用到一个广播的技术 然后我们的这个加速框架要应用到HuggingFace代码里面 我们实现了一个distributed的一个wrapper 我们用BMtrain的这个wrapper去包一下这个模型代码 我们应该就能够支持这个HuggingFace模型 这段代码是Jawa吗 这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BMtrain的工具实现的话 是使用了PyTorch 使用了Python作为一个外层的接口 然后在内层的一些通信上 我们使用了一些C代码去进行一些融合 在底层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在这个CPU上的计算 我们会实现了一些CPU上的一些 这个优化技术 那些优化技术是使用C代码进行实现的 BMtrain的话 在除了在模型的预训练场景下 Fintune的场景下也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要Fintune一个T511B的这种模型 那在一般的这种训练框架下 它的训练是在Fintune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时候可以用BMtrain的技术 来降低这个Fintune的显卡使用的量 顺便还提到一个HackinFest代码里面那个问题 就是您介绍的加速框架 那个说了就是就我们有一个 BMtrain有一个wrapper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wrapper去把HackinFest的模型 进行一个包装 它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去把 刚才说的那个简单替换 就是我们把这个模型的模块和这个Parameter 换成Distributed的版本 然后对于我们TransformerBlock加上这个ChatPoint 但是由于就是这个代码上的这个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在那个wrapper里面是不会去加这个TransformerBlocklist 这个重新计算重叠的支持的 所以如果需要更好的去提高模型的预训练效率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基于BMtrain开发的一个ModelCenter的一个工具包 那个包HackinFest代码我待会在评论区发吧 现在时间应该也到了 可以感觉得下一节课